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 国民平均变瘦8公斤 身处饥饿与死亡阴影中 首都加拉加斯谋杀率之高 更成为世界最危险的城市 国民平均变瘦8公斤 身处饥饿与死亡阴影中 维内瑞拉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故事 要从前任总统查维兹说起 查维兹出身韩维 幼年时的梦想是成为棒球选手 17岁进入军校就读 受到哥哥影响感染左派革命思想 奠定日后施政理念 1992年一场失败的政变 让他打开全国知名度 查维兹投降 被捕入狱 当时38岁的他 为避免更多流血事件 挑起政变全部责任 一身迷彩军装 暗散兵红色贝雷帽 以及忧国忧民的形象 烙印在委内瑞拉人心中 查维兹传奇就此诞生 1998年他寻选举路线掌权 以56%选票当选总统 年方44岁 写下委国历史最年轻总统记录 已上任他就承诺为更公平地 分配巨大的石油财富 他宣称要打造21世纪的社会主义 以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财富为后盾 2004年油价飙升时 石油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查维兹花费数十亿美元 推动免费医疗和教育 提供住宅和食物补给 让原本被边缘化的穷苦大众 改善生活 获得尊严 选民把查维兹看成是深安民间疾苦 上帝派来的使者 世界银行的数据 委内瑞拉的贫穷率 在1999到2012年间减半至28.5% 广大穷人成为他最铁杆的支持者 查维兹魅力读书一格 常常随性的隐行高歌 多次搞笑的跳舞 一站上台就仿佛巨大的磁石 洪亮雄浑的嗓音 民众为之风靡 查维兹在国内改善穷人处境 为他赢得压倒性支持 对外进行石油外交 以低廉价格出售石油 或免费提供给中美洲 和加勒比海友邦 加上激烈的反美论调 使他成为拉丁美洲 左派政府的代言人 查维兹唱作俱佳的 嘲讽前一天站在同一个 联合国讲台上的 美国总统小布希 查维兹和古巴强人卡斯楚 情通父子 交好的对象 多是美国死敌 包括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伊拉克前强人海山 以及当时的伊朗总统艾玛丹家 挑衅意味十足 查维兹的反对者认为他挥霍 委内瑞拉的石油营收 用来当作政治宣传工具 称他是煽动家 民粹主义者 2002年反对派发起政变 47小时后查维兹复位 经历这次事件 查维兹的改革更加激进 开始征收土地 银行 以及部分关键的民间产业 他的政策拖累经济发展 导致基本物资短缺 虽然拥有全球最大原油锄量 但查维兹忽略投资石油砖探设施 以致文内瑞拉石油生产停滞不前 查维兹在位14年 四度当选总统 他主导修宪扩权 面对外界指控他要当万年总统 查维兹的理由是 他必须在位才能推动必要的改革 但他和病魔搏斗两年后 2013年因癌症剧烈疼痛 心肌梗塞死亡 得年58岁 查维兹亲定接班人副总统马杜罗 2013年4月14号 以50.66%的得票率 在总统大选胜出 马杜罗想成绩查维兹的政治遗产 他没有查维兹的理袖魅力 更缺乏前任者拥有的好运 但他懂得如何施展全数 文内瑞拉反对党联盟 也就是民主团结圆桌会议 在2015年12月国民议会赢得三分之二多数席位 让马杜罗的权力出现危机 马杜罗因此迅速赶走几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并且迅速安插自己人马 2016年3月 法院裁定剥夺反对派领导的国民议会的权力 这一举动引发全国各地大规模抗议活动 几天后这项裁决被撤销 但损害已经造成 抗议活动造成大约100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 尽管受到公众的强力谴责 马杜罗仍然在2017年7月份举行投票 选出新的治理机关 成为全国制宪大会 他有权改解维奈瑞拉宪法 并且取代国民议会 也让马杜罗的统治 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反对派杯葛 秘鲁、加拿大、西班牙及墨西哥、阿根廷等国 谴责马杜罗政府 美国对马杜罗及其政府成员实施金融制裁 我对马杜罗大选获胜 连任总统 美国、欧盟和14个拉丁国家组成的利马集团 都不承认这次投票的结果 是第三天前期的选业 不认识序。没有票族党、没有票数挣 任何党的橙 但还有鸡卜和鸡凝固 议会所赌付的说明 如果您送到客人,您所谓这部里 需要材料,薦,薦 请您指定可行 如果您提供,您提供我的票 的话,政府和我们提供的票 我们必须来帮助那些人 因为您提供我的票 阿蘇拉 阿蘇拉 委內瑞拉的悲喜和豐富的石油資源緊密相連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統計 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佔出口的98% 即使物產豐富,風光明媚 這卻是一個沒有農業、礦業、旅遊業的國家 2014年油價暴跌 馬杜羅根本無忌可施 惡性通貨膨脹 使得曾經受到大幅補貼的藥品和食物 價格非漲到窮人根本無法負擔 許多民眾甚至被迫在垃圾堆中 尋找幾乎無法進食的食物 當地油價則便宜到幾乎免費 像查韋茲一樣 馬杜羅也操弄經濟保住政權 2017年他將官方匯率設定為1美元兌換石波利瓦爾幣 但只有他的朋友和盟友可以獲得這個價格 事實上,維內瑞拉貨幣已經變得英文不值 大多數維內瑞拉民眾 從黑市獲取美元匯率大約是1美元兌換1萬2千波利瓦爾 一杯咖啡價值差不多4.5萬元的瓦爾幣 今年的一杯咖啡價值7萬元的瓦爾幣 以大約50元的銀行 以防疫力,總統馬杜羅還要剪五千元的銀行 所以現在那些7萬元的瓦爾幣 現在是70元的銀行 軍方則在2016年完全控制食品供應系統 並且從這場貨幣危機中獲利 他們以馬杜羅的特殊貨幣匯率進口食品 然後在黑市上出售 獲取巨額利潤 所以對馬杜羅的軍方和政策的戰略 這個危機提供了一個優勢的機會 讓馬杜羅維持在勢力 對馬杜羅維持在勢力的改變 對馬杜羅維持在勢力的改變 因為如果一個新的政府 再次到勢力 無論如何嚴重這個政府 一個新的政府 可能在歷史上的最大的油炸 這可以解釋魏和軍方 目前仍然選邊支持馬杜羅陣營 除非臨時總統瓜伊多和軍方談好條件 這是一個瀕臨崩潰的國家 2017年每天有73人死於暴力 等於一年發生兩萬六千多起謀殺案 員警直接在街上開槍行刑 他們既不信任司法系統 也沒有時間處理問題 社會動盪 民生凋敝 民眾不得不用繳投票 逃離自己的家園 成千上萬的人前往哥倫比亞 阿瓜多 巴西 美國等 2016到2018兩年期間 有約兩百萬人外移求生 而在全球石油供應 依然嚴重過剩的情況下 委內瑞拉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金融時報因此悲觀地認為 委內瑞拉已經很悲慘的局勢 只會進一步惡化